荣耀发财快吧 大仙什么都知道 一座吧 本期我们着重讲讲法师改动 善恶怪异 扁鹊 本次调整啊 将扁鹊大招的回复数值大幅提高了 基础回复从300点提高了420点 每集成长比以前多了40 大招回复的AP收益提高了0.08 数值上初期多了 辅到200点回复 中够期大概有四五百点的样子 那一开始啊 我以为扁鹊的这次改动啊 可以给所有队友狂乃上千滴血 下岗一世再就业 又能替蔡文姬就此服上了 结果上游戏一看 原来只是给自己的奶量变多了 给队友的奶量 压根没有变化 那行吧 咱们一起来求求 这次的加强能让扁鹊玩出什么新花样 这一天一个国服扁鹊闲来没事 去对面的防御塔底下冲枣 一边丢技能 一边在防御塔底下洗了个爽 突然发现旁边竟然蹲这个彩花大到蓝绫王 吓得扁鹊赶紧从澡堂里跑了出来 明刀都在路上被打碎了 看着残血 刚交出了明刀的扁鹊 人头摆在了蓝绫王眼前 刚准备动手扁鹊丢了个二技能捏了个大招 原和 打扰了 新版本扁鹊刚才一秒回了多少血呢 慢放再看一次 498点持续回复 二技能回了1160点 大招额外回复3105点 二段回复1831点 肉眼可见的一秒内 新版扁鹊回复量竟然达到了6600点血 这个不知道几管血条的男人 刷新了自己血条的同时还有不错的伤害 一旦更新正式服又会是怎样的强度呢 还真叫人期待 另一个改动的法师是我们的炮台代表 甘将摸爷 二三技能 雌雄双剑的CD被下调了一秒 作为一个本次改版的终极受害者 甘将摸爷可是有苦难言 这明明是减少了CD 拿算加强 为啥还成了受害者 上期节目给大家提到过 终极魔抗装轨道之一的加入 成了所有炮台法师的热梦 其中就以甘将最为典型 甘将的短剑交汇处 大概就是距离甘将800码的样子 长剑交汇处为1200码 再来看看轨道之一的效果 超过500码开始检查 超过1000码的时候 就造成73%的伤害 甘将的雌雄双剑 因为这件装备的出现 最大输出分别被降低了18%和30% 尼亚是个绝活甘将玩家 任由内心一万头羊驼路过 也只能接受版本制裁的现实 难不难受 那听我讲话 回头再来看改动 减少一秒冷却 玩家想保证自己的输出 就必须把技能丢得更为精准 在提高技能释放频率的同时 还得打出剑剑到肉的效果 才能让英雄的强度 与之前相媲美 什么 你说鬼刀这一并就是人人都出 这么一件天可干将的神装 摆在那里 甭管是新手还是大神 出了就让你免伤自多30%伤害 你说说它能互相吗 好了 本期的快报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预计之后的更新呢 在炮台法制制的团体中 还有类似的小幅上调 到时候可别傻乎乎的以为 这就是单纯的加强 其实只是在大环境下 做了一些补偿罢了 我是赵大线 我们下期再见